国外人最喜欢的中国明星排行,前十都是熟面孔,全世界审美相似。 很多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可能是歌星也可能是演员, 因为一次偶然知道他们而去了解他们,进而不喜欢或者喜欢他们。 其实追星并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现象, 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有影视圈、娱乐圈, 因此追星也是全世界非常普遍的一种行为。 而很多明星,并不是指在他们所在的国家火, 随着作品传出国界,进而火到国外火遍全球。 近几年,我们国家也有很多电视剧电影被其他国家引进。 说起引进我国影视作品的国家,就不得不说起国外了, 最近这些年,国外引进了我国的很多作品, 因此我们国家的很多明星也在国外火了起来。 中国很多青春偶像剧在国外火了起来, 前不久国外的一家媒体统计国外人最喜欢的中国明星, 前十的明星大部分在国内也是顶流。 1、两名,孝战,王一博。 孝战是国外人最喜欢的一个男明星, 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 2015年通过《燃烧八少年》进入人们视野, 2022年陈晴令大火, 孝战平为无限一脚赢得广泛关注成为顶流。 王一博排名第二, 很多人认识他也是通过陈晴岭, 他在陈晴岭中饰演的是蓝望鸡, 中国流行男歌手、演员, 同时也是主持人和职业摩托车赛车手, 男子演唱组和UNIQ成员。 3、4名,迪丽热巴、杨幂。 第三和第四分别是迪丽热巴和杨幂,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红的女明星, 迪丽热巴所属公司为嘉行天下杨幂工作室, 可以说杨幂是迪丽热巴的老板。 杨幂通过《神雕侠侣》中的郭湘、 王昭君等等角色, 渐渐在娱乐圈女演员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迪丽热巴是最近这些年才活起来的女明星, 在国外更多人喜欢迪丽热巴, 作为老板的杨幂应该哭笑不得吧。 5、6名,赵丽颖、杨阳。 2006年因获得雅虎搜星比赛, 冯小刚组冠军而进入演艺圈赵丽颖则排名第五, 她是最励志的一个明星之一, 这么多年没有什么绯闻, 2022年8月赵丽颖名列2022福布斯, 中国名人榜第七位。 杨阳2007年因在李少红版《红楼梦》中饰演成年贾宝玉, 而踏入影视圈, 之后也是越来越火, 外形俊朗的她气质清澈温润, 作为演员,杨阳深受行业内外的关注和喜爱, 爱港敬业备受认可。 7、8名,The Untamed Boys, WAYV。 陈情领大火之后, 除了主演里面其他的演员也都让人眼前一亮, 因为这部电视剧陈情少年团成团了。 团名叫做Tabs, 团里的成员有于斌, 宋济阳, 郑婆兴, 曹玉晨, 纪里和李泼文等人。 Waysham VWAY是七位成员组成的中国男子演唱组合, 七位成员各具魅力, 他们外貌出众, 模样清新阳光, 不但在中国拥有很多粉丝, 国外也有不少人喜欢他们。 9、10名, 杨子, 胡一天。 杨子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流行了歌手, 2002年, 因出演《笑装秘史》开始展露头角, 因为主演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被观众熟知, 最近也是越来越火, 粉丝数量庞大。 胡一天排名第十, 他出道的时间比较晚, 2016年出演青春偶像剧《夏至》位置饰演欧俊一角正式出道, 才出道短短四年时间, 他颜值颇高, 清新的独特气质让其在出道之初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